9月20號研商大專校院的學習型兼任助理會議 李彥宜第一次發言表示教學助理將以牢固行為主 教學助理原則上我們應該說基本上教學助理就應該視同他是牢固行的 10月18號在第二次的會議上再次的確認了教學助理將以牢固行為主 就算教育部要管學校勞論部要管學校他也得依法 所以大學在大學法規範下他本來就有權力和程序要走 所以今天這些東西教育部要發一個公文來認定他是牢固行的 我們清楚可以看到雖然李彥宜說教學助理要以牢固行為主 但是在10月18號的會議上我們仍然看到李彥宜還有王淑娟雙偉 他們仍然不願意發公文給各個學校仍然以大學法仍然以大學自治的範疇 來卸責來說教育部沒有辦法規範各個大學的勞工 我們送了137所大學違法的資料受到勞動部 而我們要強調其中有高達78所的學校 78所的學校目前的教學助理都還是被列為學習型 教學助理很清楚嘛 他的工作無非就是協助受課 協助教學 或者協助校隊的實驗 所以很清楚他能夠提升校隊的教學品質 他也必須接受老師的指揮監督 他很清楚就是符合勞部關係中的從屬性認定 今天來幫大家就是代討論課 代實驗課 帶一般課程的改考卷之類的 或者是例如說體育課啊 服務學習等等 這些東西他沒有辦法說他學習行嘛 因為你就是在幫學校完成教育的試驗 你就是在幫老師分擔他的教育工作 但是目前我們大學呢 我們各大學居然還有超過半處的學校 我們住家沒有任何的勞動保障 被減薪的時候不知道怎麼辦 沒有勞保 遇到執政的時候也不知道怎麼辦 拜拜 我們學校裡面的教學TA只有兩個勞固型助理 那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上個學期也發起了檢舉行動 那有十個教學助理被認定成勞固型 教學助理全面勞固化的這個訴求啊 部裡面的課政收集這個相關外界的意見啊 其實從八月到九月啊 部裡面高教師跟記者是合作啊 共召開了八場的這個座談會 那有關學生所提到說 九月二十的這個會議的這個決議的部分 其實九月二十也是這個座談會 徵詢意見的一環啊 所以並不是一個這個決策會議啊 這個高教工會還有學生的意見 我們都有聽到 是嗎 是嗎 這樣的意見 我們真的有把它納入我們修法的方向來參考 是我們的意見而已 是以彥宜親口的生活 以彥宜親老師 為了能夠蒐集更廣泛的意見 我們目前正在做這個問卷調查 這件事情有這麼不明確嗎 教學型做理事勞務部型這件事情 有這麼不明確嗎 今天我們在教這件事情 難道就只有學習這件事嗎 勞務部型的判定 難道是你用做民調的判定出來的嗎 你是不是一個勞過關心 你去問大家說 大家覺得這個是勞過關心 還是不是勞過關心 他就變成是或不是了嗎 我們為什麼不讓勞務部來判定就好 第一的方向就是朝更嚴謹 更明確去把這個 學習型的範疇給定義出來 就是為了要解決 您剛所說的問題 李彥宜都說了 原則上是勞固期為主 各學期為止 下學期 師大跟主政大 都還沒有勞固期教學級 你們到底要怎麼解決 三個月囉 三個月囉 三個月 大學期 馬上就有一遍了兩百人 你們有沒有看過幾天 你們可不可以現在就再講一次 市長講過這幾個話 你們只要說市長確實講過這幾個話 你們只要說市長確實講過這幾個話 我再說明一下 市長有沒有說過 甚至我們會針對這個 市長是不是評估 再辦一些公平會來廣正 我們會公平那些 我們會公平那些 我們會兩年了 我們開了三年了 每拖一學期就有兩百人 到一間學校兩百人 政大加斯拉就四百人 一學期就四百人 兩原則演繹了兩年 去年草草上路 我們都說不要了 然後你們還要說 等大家意見 等大家意見 我們就看久了 你們現在限收學期 四年就在演藝人 教育部說謊 教育部說謊 教育部挑票 教育部挑票 兩原則沒有修正以前 兩原則沒有去把 教學助理人工作 他今天沒有很嚴格的定義說 你今天學習行就應該是個例外 他除非很嚴格的定義 學習行只有怎麼樣的東西 教學的人在裡面學習的 不然大部分情況上 教學都應該是工作啊 那這個東西 教育部沒有把兩原則修正好以前 他等於開放了很多學校 跟很多內部的洗手 有很多假照的空間 有很多卸責的方式 那麼 今天助理已經被教育部 以分流的方式 糟蹋勞動權益 好不容易可以得到 勞保 健保 保障的勞固型助理的納保費用 居然可以讓教育部 容許拿去造假 虛報成助學金 方便學校調掌學答費 增加所有學生求學的負擔 而好不容易教育部呢 好像 今年 八月左右的時候 好像要退任了 好像說 教學助理要以勞固行為主了 但是呢 我們到目前為止 沒有看到教育部有任何的作為 還是放任教教學助理呢 持續到學校高授博學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要呼籲 教育部 如果 如果你真的要聲稱 教學助理是以勞固行為主的話 那就不要再以大學自治為由 不要再以學習關係為這種的借口 就立即的發公文 給各個學校 要求 立即的承認 教學助理的勞固關係 因為教育部沒有任何的作為 甚至連一片公文都不肯發 所以導致我們學校的決定 任何行動都不做 因為教育部沒有給他們任何壓力 實際上 教育部有任何動物 尊火 教育部 教育部